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奥比拉尔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局势突然之间拔高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维度 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动员30万预备役的部队 投入到俄乌战场当中去 加速对乌军的围剿 而现在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 他是这样讲的 特别的牛逼 稍一股 是时候在实践中运用在演习中获得的经验了 他们撑9月21号以前 2月21号到9月21号 对吧 七个月 真正七个月 这个段时间是在军事演习 而现在才是真正的认真的在这里打了 而毛泽在这里认真要打的时候 中国国台办也发出重磅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国台办 如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 大陆方面将不得不采取断栏措施 有记者提问 我们看到当前的舆论普遍认为 民进党当局是在强化义武谋独 而美国是要强化支持台湾 提升所谓自我防卫能力 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大幅下降 大陆方面可能将会以武俱统 请问您对于这样的舆论有怎么样的看法 同时大陆方面对于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足够完全统一有没有时间表 马小光对此重申 我们坚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愿意最大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愿景 前景 我们这种高度自信来源于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 来自于14亿多中国人民的强大民意支持 来自于中华悠久历史文化 所以我现在 所以说我们愿意继续与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发言人同时指出 我们也必须把话讲清楚 我们捍卫国家主向和领土 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势力 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或外部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断措施 台独分裂势力企图义武俱统 以外谋独指挥加快自身灭亡 马小光强调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使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 台湾问题 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须随民族复兴而解决 在中华民族总要伟大复兴的历史竞争中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这话说得很明确 已经强调了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标志 民族落乱而生 现在民族要复兴 必须打掉南波湾亏裂政权 那么这个我相信是习近平最新对他们的表述 让他们来转达习近平的意思 转达中央高层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声明是在今天差不多上午时候发出来的 然后下午这边俄罗斯就宣布总动员了 那么大家说这个总动员是什么意思 就是毛斯估计可能前线这种猛烈的这种进攻 可能会有会加大力度上网 而进行一种补充 而病员全部给他压上来压过来 现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 邵伊古 150多名西方军事人员在基辅作证 这实际上是指挥部 那么邵伊古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说 最近一批已抵达的前军人和现役军人 150人 这实际上是最完整的指挥部在作证 西方司令部在基辅指导所有这些行动 看到没有 毛子就是在等待你们的所谓的这个打法 到底是怎么样子 对吧 因为大家要明白啊 毛子最终是要跟北约发动大规模武装冲突的 不要想着世界就死太平 不可能 毛子是为了跟北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做出准备 而中国是要跟整个印太地区的美军爆发武装冲突 对美国全面扩军备战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个背景是什么 那么如果我们来看 毛子这前七个月时间 在乌克兰 他一个一个完成他的既定目标 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已经完成 那么现在是第三阶段 那么老兵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我的总的目标是要跟北约交手 那么你北约的指挥思路 你的指挥系统 你的指挥才能 水平怎么样 毛子第一阶段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对吧 从这个白俄俄罗斯境内 和俄罗斯的这个 东部 接着乌克兰这个一带 应该是斯摩伦斯克这一带吧 对吧 还有这个库尔斯克这一带 然后 往后大军过来 对吧 尤其是攻到这个苏梅 攻到这个哈尔克夫 还有就是 直接就是倒到基辅了 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泽连斯基是躲到了波兰 驻美国大使馆的地下指挥所里面去 表演去了 那么之后 很多网友都很纳闷 为什么要浪出来基辅 浪出来基辅很人简单嘛 我兵全部撤掉 对吧 然后你的所谓150名 这种包括你之前这些什么司令员 你们全部到基辅来嘛 到基辅来坐镇指挥 我看你们啊 是怎么来指挥部队的 你们这个北约 北约的情报是怎么 怎么来这个传导的 大家都知道 北约出动大量的军事侦察机 沿着乌克兰这个国际线 跟黑海的中线 对毛子进行侦察 整个过程当中 那毛子他控制乌克兰 对吧 这边所有的电讯 基本上就了解了 所以为什么毛子 一开始没有断网断电 我要有电 让你往连着 让你跟外界保持沟通吧 我就大量的无线电 这个拦截截获嘛 截获你 看你们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思路 你们这个脑子里 他妈到底是是怎么装 装的什么东西 你们整体的一个战术 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就为了 如果说我跟北约 发生武装冲突 我就知道你们是什么打法了 懂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的目标缓慢的在打 我之前也读了一个网友 她丈夫是在俄罗斯的军队当中服役 对吧 也就是在乌克兰前线 他也说得很清楚了 他们经常在休假 而且你要去打的话 你自己去报名 去打 对吧 而且基本上 危险系数不是特别高 有大量的无人机 有大量的空军做支援 那么 这就是在养军蓄锐 就是在养军蓄锐 现在就是什么 现在就是他妈的像年根瑶一样 要找他妈罗布藏单身 他妈主力决战的时候了 就这个状态 懂吧 一开始大家都是骚老战 包括我 稳步的去推行这个目标 包括还有一个拖到 这个冬季 让欧洲他妈冻死 冻残废了 人都他妈崩了 内乱各方面 难民的钱支付不起来了 内乱 对吧 开始起来以后 然后在这这个地方 使劲打 使劲盖你 那么这个是需要30万的 这个预备役的 这个军人 这个是需要的 那么其他的兵力 他是不调动的 远东这边 对吧 他的这些兵力 现在是在乌克兰打仗 已经抽调回来了 已经抽调回来 据俄罗斯那边的这些情况 告诉我 已经抽调回来了 他们是抽调回来 参加这个2022的 这个东方军事演习 这边他也有 有支部队在这里 他不动 中央军区的兵力也不动 就是西部战区在那边打 他的南部战区 看住高加索那个方向 哥路基亚那个方向 那边也没动 而是重新再组织30万 可能刚刚退一两年的这一种 尤其是以技术兵种为主 然后再输送到前线去 而且他也不是说一次性 慢慢在各个主要的要塞当中 要冲当中 调集这些兵力 在这个地方准备好一种攻势 然后你会看到 接下来乌克兰会非常非常的惨 原来我们看到的那种基本上都是小菜一碟 现在接下来会很猛烈 会很猛烈 那么这个确实 我们拭目以待 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讲到俄罗斯这个方面 所谓中俄之间的相互侧应相互配合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到我们刚才念的 这个国财办突然之间拔高调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财办一天 有的时候经常会讲 感谢台湾人对大陆地震的支持 感谢 然后又会说 会说台湾发生地震了 我们对台湾同胞表示问候 但是你看 前两天还在讲这样的相互问候话 你看今天突然之间就讲这个话 而且这个话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在逼迫我们 他用了这个词 你要搞清楚 在逼迫 也就是说在逼我们出手 再加上今天你他妈逼那个什么美军美舰往这里跑 对吧 其实都是在过来催温的 那老兵说过了 现在据我的最新的这个情报 我已经给大家透露 习近平上任以后 就是我不清楚是什么时间点 但是第三任期啊 我通过这个内部的消息啊 已经是百分之百 就是习总啊 还是习习总啊 等等 呃我可能在二十大之前 我可能会公布一份啊 常委的名单啊 常委的名单啊 然后基本上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那我现在已经很清楚啊 谁上谁下了啊 但是我呃碍于这段时间 对吧 马上要国庆了 我关完国庆 我到处再再公布吧 啊反正是二十大前就在公布 那现在可以了解的是 他的第三任期啊 第三任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重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第三任期解决这个问题 是什么时候解决 这个要看外部环境 同样的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动作 非常快了啊 很快了啊 我从各方面的渠道了解 都是这样告诉我的 都是点头的答案 都这样点头啊 都很快了啊 所以我说过 跟我的分析的情况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这个无针期 干嘛呢 无针期就是搜集它的地形图 啊 地形成地形图 你这边啊 怎么样 这边怎么样啊 彩虹呢 它就是插打一体的 而到时候发动这个攻击 会同步发动攻击 命令下达以后 啊 这个导弹 打过去 然后空军直接就是导弹 就就打过去 同时在地面 其他的这个目标 因为空军打的都是 他们一些 一些主要的一些啊 军事设施啊 民用设施 而部队 就是由无针机 钉钉防 来采取啊 这个攻击 对这些哨所 各个哨所 各个军队的这个集结点 进行啊 地毯式 轰 精确制导的这种轰炸 啊 轰炸 所以说 战争一旦开始 他们会死得 非常会非常的惨 非常非常的惨 啊 所以说 我跟各位讲 呃 台湾已经没几天日子了 啊 毛子这个地方开始发力了 这边也不会 啊 迟 所以说你会看到 当拜登老糊涂蛋 在那边胡说八道的时候 你看他妈的 美军的高层 国防部 尤其他的这个官 顾问 沙利文 对吧 尤其白宫 自身他的发言人 咖啡尼 对吧 全部都他妈 比的出来 推翻打拜登的人 没这回事 我跟各位讲 美国国会像是他妈的 要跟中国来干招 你别看佩洛西这帮人 美国国会像是 要跟中国干招的样子吗 他们都已经把 拜登的核按钮 给架空掉了 就是拜登老糊涂蛋 他不能自己按核按钮 要经过他们民主党 高层同意以后 才能按核按钮 啊 才能按核按钮 已经把他这个权力 给他剥夺了 所以说他讲的那些话 在我看来就是大内选 如果美国总统真的牛逼的话 啊 对吧 他不会去讲 繁繁复复复复复去讲这些话 讲多了啊 浪连加也就麻木了 就觉得你啊 根本就没准备好 对不对 啊 所以说 毛子在这个乌克兰的演习 结束了 现在就是实战了 那我们在台海的演习 也差不多结束了 也差不多结束了 我们已经制定好了方案 就算整个 我们制定的方案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以整个驻海美军 驻日美军 跟整个美军印太司令部 以及中央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 他如果要抽掉兵力过来的话 还有美国本土 北美司令部 他们这些兵往这边集结的时候 大概我们预计 我们这个演习的规模 是针对他一百万兵力 投送进来的时候 这种规模去演习的 所以说现在 已经就是把日本的自卫队 驻海美军 包括整个美国印太司令部 的兵力全部算上 以这样的方式去军演 已经成功了 已经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收台湾的骨头了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这些中国在营落 在这个落乱历史时期的 这种畸形的产物 将把它们彻底 打入历史的深渊 所以我说过 国民党都消息很灵通的 人家已经 朱利伦在美国 流亡办公室都建好了 流亡办公室到时候 让你们捐款啊 对不对 到时候就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中华民国派 也可以向他们捐款了 然后他们就是在美国 我跟各位讲 民进党国民党 那些人 就是你看到所谓台湾 突然有疫情封城了 而坐飞机出去的那伙人 全都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高层 就是那么几千个人 我说过2300个人 吸干2300万人的明日明高 他们在美国都在住大house 带游泳池的 家里都他妈有几辆百万级以上的豪车 他们就是在那边过着这样的日子 花天酒地的日子 过着人上人的日子 而大量的人 台湾人 是他们的奴隶 起来你们脑袋上 噩屎噩尿 所以说这样一个伪政权 有什么好去对他留恋的 对吧 你们要做的就是跟我们一起 在武统发生的时刻 把他们彻底给撵碎 让他们彻底死亡 这才是唯一的正道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了别浪学 点赞订阅系统 谢谢